考古是一件神圣而又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 每一个考古发现都是给文明增添了浓厚的一笔 它能够填补历史的空白 有时候甚至能够改写历史 所以在世界上无论是哪一个国家 对于考古都是十分热衷的 保护历史文物是其次 通过考古去充盈本国的历史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以世界几十亿年的进化史来说 人类太过于渺小 生物的足迹在世界上随处可见 要说人类足迹世界上也是随处可见 只不过要探究自己本国的文明 那就是难上加难的了 毕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历史 我们常常说中华上下五千年 尽管国外有很多的国家并不承认这个说法 但在我们生长的这片中华大地上 已经找到了我们中华文化渊远流长的依据 也有一些国家一直想要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依据 但并不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着像我们这样的历史 而在考古中一旦有一个史无前例的发现 那发现这一考古奇迹的人 也会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人 正因如此 巨大的名利吸引着一些人 以至于他们铤而走险 做出了考古造假这样令人唾弃的事情 以获取个人的名誉 文物造假这件事情并不罕见 在某一段特定的时间里 考古造假甚至还泛滥了一时 我国有考古造假 西方诸国也有 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初 考古水平普遍还比较低下的时候 因为鉴定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的不足 即便是造假 也很难有人能够鉴定出来 这样的漏洞导致了文物造假的猖獗 而且不要以为文物造假只出现在下层的文物贩子中 就连考古学家也有为了名利而进行文物造假的时候 一是为了名声二是为了利益 而即便是在科技水平较为发达的今天 文物造假还是常常能够看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日本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考古造假丑闻 一个考古家骗了日本人二十年的时间 要不是偶然间被拍到 这个骗局还将持续下去 而这桩丑闻的主人公是日本的专家 同时也是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的前副理事长 腾村新一 其实腾村本来就是一名考古爱好者 而且还很业余 在他的考古造假之前 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一切事情的转折点 还要从他发现日本的神文时代的陶永碎片开始 神文时代是日本公元前一万两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之间 这样重大的发现本身就在日本引起了轰动 说来也好笑 腾村的神文时代陶骗 是在他自家的庭院里发现的 这要是发生在中国 我们并不会觉得奇怪 因为我国遍地都是历史的踪迹 但在日本可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毕竟日本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发现 于是乎腾村一下子封神 变成了日本史学界的传奇人物 名声权力和金钱一下子都有了 在接下来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 腾村一再发现很多考古传奇 考古界期待什么 腾村就能发现什么 腾村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 也被写入了日本的教科书中 出名之后 腾村甚至扬言要发现日本一百万年前的历史 一再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 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 可奈何腾村的呼声太高了 一直到21世纪初 一家报社秘密将相机放在了考古现场 才惊讶地发现 所谓的几万十几万年历史 竟是腾村的造假 事先将所谓的史前文物埋在考古现场 第二天一挖出来就成了宝贝 这篇新闻一发表 在日本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声 二十多年的考古成果 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丑闻一经曝光 日本就匆忙地修改了教科书 并且下令不允许考古 都说考古不容作假 毕竟历史是伪造不了的 日本也在这件事情上吃了大亏 也算是一个教训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四川出土座农民墓 内藏四件龙袍 竟证实后代早不是中国人 古代封建时期皇帝的身份地位最高 以一国之君整个国家的统治者 受到百姓和大臣的臣服 有一件衣服只有皇帝可以穿 那就是龙袍 为皇帝的朝服 上面绣着龙形图案 象征着皇帝九五至尊高高在上的地位 如果发现大臣或者百姓穿着绣有龙纹的衣服 就要面临着杀头的风险 因此此等行为代表着要谋权篡位 据记载 历朝历代龙袍上的龙章图案都不一样 但也有一样的地方 比如皇帝的龙袍上都绣有九条禁龙 胸前背后各一 左右两肩各一 前后膝盖处各二 还有一条绣在衣襟里面 流传至今的龙袍十分罕见 北京艺术博物馆中收藏一件 这件龙袍前龙皇帝穿过 不论制作手艺装饰图案 还是色彩都称得上极品 早在多年前 我国四川曾出土一座农民墓 里面埋着四件龙袍 经鉴定后代早已不是中国人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重庆一个纺织厂正在施工 工人们埋头苦干扩建厂房 此时挖掘机在挖土 突然一声巨响响彻工地 挖掘机随即停止工作 工人们纷纷围上来前来查看 结果发现 在挖地过程中凿出了一个大洞 工人立即将监工喊来 监工经验丰富 他猜下面应该是一座古墓 立即上报给了相关部门 文物局很快便派出一支考古队前来勘查 并对下面的古墓进行抢救性挖掘 经过专家们的努力 终于让古墓重见天日 不过墓主人的身份让专家摸不着头脑 因为墓中一共有四件做工精致的龙袍 上面还绣着龙纹 随着挖掘 专家还发现了一块石碑 上面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 原来墓主人叫明玉珍 生于元朝末年 只是一位普通农民 专家更加疑惑了 既然是一个普通人 为何墓中会有四件龙袍 经过了解得知 明玉珍确实是农民 不过他学识渊博 属于自学成才 在当地很有影响力 元朝末年百姓苦不堪言 无数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农民起义随即被掀起 明玉珍就是其中一员 他应用善战 曾在一次战争中 被援军射中右眼 所以大家都叫他明言子 后来明玉珍在拥立下 定都于重庆 建立其属于自己的政权 设国号为大夏 这也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定都于此的帝国 在明玉珍的带领下 当地发展十分繁荣 皇帝深受百姓爱戴 朱元璋将元朝统治推翻后 没有南下攻打明玉珍 反而与他交往密切 直到明玉珍去世后 他的儿子登基称帝 其儿子在位期间国力衰弱 朱元璋劝降后遭到拒绝 此时朱元璋才派兵攻打 将大夏国击败后 朱元璋念及旧情 没有将明玉珍儿子杀死 还将其封为龟义侯 从此大夏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众所周知 朱元璋生性多疑 他怕龟义侯东山在一起 便将其和家人 全部发配到了朝鲜半岛 朝鲜当时还是中国的附属国 所以国王将明朝大臣 视为上宾 不仅亲自接待了他们 还将女儿嫁给了龟义侯 自此龟义侯在朝鲜扎根 再也没有回过中途 据统计 目前朝鲜中 有其后代四万多人 分布在韩国各个城市中 明玉珍的墓葬被发现后 曾有数万韩国人 特地来到中国 认祖归宗 如今 每年依旧有韩国人 来到重庆祭拜 难怪专家了解后 称明玉珍的后代 早已不是中国人 原来他们都已经是地道的 韩国人和朝鲜人 与中国有关系的 只有明玉珍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